好 所以刚刚讲到 宇轩 我觉得今天真的太夸张了 今天礼拜二 你就开始有这个报道 有这个报道 刚刚讲到 我们的院长就说 这个就是很简单 最后NCC所调过 那我们的路会说 确有其事哦 已经在做行政调查 今天我们看到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马上开了一个行政委 甚至有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在节目中直接民事暗示的指的 那就是东森 我们也不隐会 我们跟你直求对决 如果今天真的是中森 我们该办就办 该查就查 可是如果没有的话 你必须要还我们一个公道 台湾社会绝不允许说 这种事情居然可以在台湾发生 这种事情抹黑 这种事情栽赃 这种事情只有在老国民党 警总时代 只有在共产党的时代里面 才可能发生 它竟然今天这件事情 发生在我们自由民主的台湾 这件事非常简单 就是四个字 先斗臭再斗垮 所以我讲白了 因为他通编把这个报道 写出来之后 这个叫一条龙组合拳 我先用媒体写 但请问他敢不敢点名 请问他敢不敢 不敢点名 不敢点名 当然网界也问了 自由时报说 你到底怎么听 他说我又没有点你的名 不敢点名 不敢指名道姓 为什么 因为一件事情 怕被急 就是这样子 然后透过什么 彻翼网军 然后大规模的去渲染 在网路上说 哎呀就是决战关键 哎呀就是东森 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 所有一条龙的服务 马上在第一天 全部出炉 一条龙服务出来了 首先是左龙泰 左龙泰说什么 代表此事呢 大家可能知道NCC人事权的重要性 但请问一下宝杰哥 此案跟NCC到底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啊 我跟他讲八杆子打发造NCC 没有一条法 广电卫星法 跟这个案件 完全没有规范 这一条是国家安全法 甚至是入委会 甚至是文化部 总而言之 跟NCC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是你要的是 这个时间是一个什么时间 这个时间是 审NCC人事案的关键时刻 对 所以左龙泰这句话 总共有两个意思 一个就是对 我知道这件事情 我认证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再来第二件事情说 借以说我们大家应该要通过NCC 再来真正有关的主管机关来了 叫做谁 邱垂政 邱垂政他讲了四个字 我跟你讲你要付出代价 他说 却有此事 却有此事 代表你邱垂政早有掌握 而且确认这件事情的真心说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该名记者已经轮掉回去 这时候问题出现了 你怎么会在这个时间点 就把人放回去 对啊 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情 你是不是应该测诚到底 因为什么样子 他在两个月前就已经听说了 而他是什么时候掉回去的 是520掉回去的 代表现在才一个多月 你从听说到他回去 还有一个多月时间 对那你如果沈柏阳两个多月前之后 那你两个多月前就应该进行调查 但最严重的在这边了 因为这三个民进党立委 林楚英 吴思瑶还有沈柏阳 我讲他们讲什么 他说真的 我们讲他们就是有中央厨房 一条龙的服务 甚至包括菜单 包括上什么菜色 吴思瑶讲的巨细名语 林楚英说有这件事情 沈柏阳说 他两个月前就知道了 对那保健哥 好 我们就问 所以竟然你们一条龙都打完了 三天过后发生什么事情 没事 证据勒 三天过后证据勒 完全没有证据 拍拍屁股 装作没有事情 大家摸摸鼻子 当作没有发生过 不是 而且我们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 还凶用滚头来羞辱我们说 哎 急了 我当然急啊 台湾发生的事情 不是要抗中保台吗 你不是要反正认知作战吗 你们不取中国的手伸进来吗 最急的不应该是民进党吗 最急的不应该是沈柏阳吗 最急的不应该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吗 这件事情你应该在铺垫盖底 好好查清楚啊 怎么到时候我们很认真在查这件事情 你反而说我急了 然后我很认真在讨论这件事情说 我干嘛要对号入座 哎 现在到底是谁在抗中保台啊 来 我们看看 他们想说哎呀 没有啊 我们都没有指名道姓啊 因为我们没有怎么样啊 我们绝对没有说是决战关键啊 结果他们透过网军 透过网路 开始大量讲说 哎呀 我早就知道了啦 其实呢 就是东森的决战关键啦 包括我们讲你看就是决战关键啦 所以我跟你讲 你这些各位 你可以这样比 哎 急了 哎 急了 没关系 等等你就被急了 跟你保证 你们这些人通通都会被急 因为他们很清楚一件事情嘛 不管说是自由时报 不管说是这些民进党的立委或者什么 为什么他要影射的宝洁哥 因为他知道根本没有证据 会被急嘛 所以三天还查不出这句 但不好意思哦 东森三天有没有做什么事情 我有做 把全部 刚刚讲的 我们在第一时间里面 当然讲我们也要做一个自信的动作 这个自信的动作刚刚讲的 我们把赵博的照片弄出来了 然后把这个赵博的照片 传给我们每一个当成绩 上过这个节目的这个所有的来宾 上来宾了以后 都要讲有没有这个人都说没有 而且也都不认识 然后呢 我们甚至把这个所谓的 进出的录影 全部都给调出来 那当然有人质疑说 你每天这个大楼进出这么多人 你怎么可能 不好意思 这是礼拜六礼拜天 礼拜六礼拜天 这栋大楼没有什么人 然后这个大楼 礼拜六礼拜天 只有一个电梯 所以我只要锁一部电梯 我只要查里面的人 我马上就知道 这很好查 也没有 我们还打电话给赵博 赵博也说 他从来没有来错 没有来过东森大楼 我就要问 那这篇文章怎么回事 这鬼给你知道吗 对没有错 而且这些来宾 我们平心而论 跟我一样 都是在各大电视节目台跑的 没有人会莫名其妙 愿意为一家电视台 说谎背书 所以这些人讲的 绝对都是真话 不是而且你要知道吗 记者是没有秘密的 名嘴更没有秘密 你如果今天 在这个名嘴圈里面 你如果有这种事情发生 我跟你讲 早就传开来了 对而且再来更有趣的是什么 我们先不谈 到底全场关键内容是什么 其实有非常多 批判中国大陆时事的内容 但他们睁眼说瞎话 而且与此同时 在整篇报道里面讲说 哎呀在马英九访钟期间 该节目在国台伴受一下 哎各位写了指名道姓哦 制作一系列棚马主题 不好意思 现在观众朋友 网路上通通的找得到 有没有马英九 完全没有任何马英九 访钟相关的 也没有对马英九 任内经济称赞的 甚至连陈中间召记 这一条新闻全部都没有 但自由时报有做一件事情哦 有打电话来查证哦 所以代表他们 这是有针对性的说 哦就是你东升 所以我才会打电话给你 不是我们刚才讲 当时一给你讲的 子虚乌有 绝对没有这件事情 你居然敢刊登 刊登了以后 你居然还敢用 整个民进党的一条龙 用车衣来搞我们 那大家讲 这件事情就给你搞个水落石 就到底 到底问题在哪里 对报告现在最有趣的是什么 好我们刚才讲 这是25号 各位今天是6月27号 这些单位到目前为止 完全没有任何进度 完全没有进展 反而是NCC 我们是不是刚才看到 发了一个函 但是你看他讲这个话多好笑 最高法200万 他用的法来就是这一条 广电卫星第27法 广播电视的广告 不得有违反 法律强制或禁止 妨碍儿童以及少年生 公共秩序 善良风暑 自播违反事实原则 请问这一条 哪一条跟中国来台控制 政论节目有关 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的这个所谓的反射斗法 早就该进来了 你的国安三法 应该进来了 你罚200万 我觉得问题不在200万 你干嘛叫公告周知啊 各位我们再讲一次 因为这个东西 第一个最优关的 就是国安单位 国安单位如果说 真的有来自中国 因为新华社 他不是一般的人 新华社你知道他什么吗 他是正部级 所以代表他是来自中共 中央机关 非常高的一个权力机会 然后直接伸手到我们正部节目 企图影响台湾 各位 这绝对是涉及国安相关法律 而且跟陆委会 跟文化部通通跑不了关系 结果到了三天 我就只再问一句 到底证据在哪里 敢不敢 讲一句话 敢不敢 直接点名 雨萱 目前现在 沈博洋说 他要申请一个随护 他为什么要申请随护 他又说 傅宽奇救了他一命 原来他说 他要去一个不怎么安全的国家 而且是没有多少人知道的国家 可是他为什么没有去了 因为傅宽奇强推一个法案 强推这个法案 让他不能上飞机 他就取消取消 居然有人就跟上飞机 跟上他这个行程 他心想像细思忌扣 如果他真的坐上这个搬机的话 他会有安全上的问题 因为有这样的安全上的问题 所以他要申请随护 其实有人 可能跟我飞了同一般搬机 然后呢 在那边用了我的名字 然后呢 也上了这一个 上了车 然后到旅馆做了报道 然后被发现之后呢 就不见了 所以呢就是 我为什么开玩笑说傅宽奇救了我一命 就是因为我是因为傅宽奇在强推这个法案 所以我取消了这个机票 宇宙 我觉得他根本不用搞什么黑手学院 他搞一个台湾的情报局啊 我听完沈柏洋的话之后 我恍然大悟 不是 我今天才知道 沈柏洋是台湾的007 对 他是我们台湾007 台湾的第五重队随便你什么称呼 但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他会相信台湾充斥的到处都是第五重队 随时想要危害他 为什么他会相信说真的有一个来自新华社的记者 可以兼顾台湾政节目 为什么 因为他这段话我们细细的数来 他说他原本呢 这原本要跑去一个很神秘的国家 而且这个神秘的国家呢 要召开一个神秘的国安会议 哎呦他的位阶非常重要啊 但是他为什么受到阻牢了 宝洁给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傅宽奇在立法院大吵大闹 一路闹到了5月28号 而他拖到最后一天 原本他5月28号要出国嘛 所以他就说好吧 那这个航班 我不去了 因为我要守护台湾 我是台湾的中间力量 结果他说发生了一件毛骨手来的事情 什么毛骨手来的事情 他说他原本是不是订了机票 对 是不是有班机 而且该讲 去一个不怎么安全的国家 而且没有多少人知道的国家 好神秘哦 对不怎么安全的国家 而且非常神秘的回应 是什么呢 不能告诉你 但他说我的那班班机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发生什么事 竟然被一个也叫做沈柏洋的人 坐上我的机票 跑到我的旅馆 甚至出席了那个会议 用他的名字出席会议 对所以跑出了另外一个 莫名的沈柏洋 太可怕了 他说而且在会议举办的时候呢 然后被试破竟然就最后 你知道有没有打到人吗 有没有打到人吗 没有 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他刚才讲的 他是在出发前一刻取消班机 然后他就接到国外哦 国外安全团队的电话 说有人冒用他的身份 在机场坐上车后 在会议举行的旅馆 报到时被试破 然后就消失不见踪影了 对太可怕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跟你讲说 我们台湾的政策局都被渗透了 但他绝对不跟你讲 是哪一间 找不到也抓不到 然后跟你讲说 有人冒用我的名义 去参加一个非常危险国家 非常危险的国安会议 结果也抓不到人 反正又死无对证 而且他讲的真是太好听了 该会议是一个极机密的会议 基本上除了参加者之外 没有人知道 一个极机密 只有参加者知道 没有人知道 而且那是一个 没有人知道的国家 不安全的国家 竟然有人可以冒用他的身份 而且 那个人就是要跟他搭同一班机 对呀 危害他的人身安全 而且你说这个不安全的国家呢 最后回到台湾 我真的觉得太可怕了 因为中国干嘛 祭出台独即死心 所以我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神父要做什么决定 谁请谁误 我要请谁误 因为我害怕 我看完之后 我只有一个想法 神父你真的还好吗 我不怪他了 我不怪他认为说 台湾的这轮节目 为什么会有新华社监控了 他是民进党的不分区 而且是第二名的不分区 不是 他是赖清德的扛放 他是赖清德的门面 他是赖清德提名 男性不分区的第一名 我再讲一次 他是赖清德提名 男性不分区的第一名 但我们看完这个 你以为这是第一起吗 没有 沈柏扬这个有状况很久了 你看他曾经也讲过另外一件 他说 2023年9月8号 那个时候他跑去参加什么 WFTA 世界台湾同乡联合会 也是一个大会 很重要的会议 但是是公开的 这一次就不击免 他说 我回到饭店旅馆的时候 突然发现一些很诡异的事情 什么诡异的事情 他说我手机插头 被拔起来 手机被拔起来 我行李也被动过了 然后我想说 我明明没有叫人家来打扫 很奇怪啊 我想说 哎呀 可能就是有人不小心进来了 玩一下手机 我就昏昏盛逊 不是啊 沈柏扬 你不是说 大家要时时刻刻保持警觉 时时刻刻注意匪迭在你身边 好的 你回到旅馆以后 你发现从手机的插头 被拔起来 你的行李也被动过了 然后你就干嘛 无所谓 你就继续睡了 对对对 这个我们讲的 不需要多谈 跟他讨论到 这个两个月前 我们讲的 有中共新华社渗透消息 他说什么 他说 不值得一提 这个有人入侵我的房间 也不值得一提 结果你看 他继续讲说 但是我后来吃完早餐 回到房间 要用电脑的时候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你可怕的事情 后面多了一个便当盒 而且里面是什么 炒饭 还不是吃便当 然后甚至附近 还多一个贴纸 所以我就吓到了 说太危险了 对不对 而且后面还是这种 滑板的贴纸 滑板还警告我 保持哥 你知道警告他什么吗 Warning 说有人在监控我 有人在警告我说 海滑板很危险 他说这种事情常见吗 保持哥 但是我跟你讲 沈柏洋的灵异故事 绝对不值得这一座 他但是呢 他只有更紧张 没有最紧张 他只有更恐怖 没有更恐怖 他说什么 他说我318的时候 也曾经发生过一个 非常离奇的事件 那个时候我人在哪里 我人在美国 很多人都以为呢 我318旋律 人在台湾 但不是 那个时候呢 刚好我就很热心的 印制了所谓的 打了这个所谓的懒人包 我一个反服帽的懒人包 对反服帽的懒人包 但是打完之后呢 我就特别寄给 台湾的这种印刷厂说 请台湾这边印发 给现场参加318旋律的人嘛 但是有些热心人士说什么 哎呀波洋波洋 我知道我看到你写的特别好 希望呢 你能够再打一份QA出来给我 Q&A 让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呢 快速的跟民众说明 就什么样说 好 但是因为他人在美国嘛 他在美国的加州 那个时间点呢 已经半夜了 将近快两点 他就说好 那我就上去 我二楼都书房 跑去书房之后 我要干嘛 打开电脑 然后我要开始输入 然后今天 他说突然发生一件 非常可怕的事情 又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了 电脑网路没了 而且我跟警察的联系也断了 然后他说 我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状况 太离奇了 你知道他干嘛吗 他马上拿着手电筒 然后就往外冲 他说因为我外头 我家里这个网路像 有一个像水沟盖的东西 我把这个水沟盖打开了之后 我还用咬着的哦 他用咬着手电筒 代表非常的紧急哦 因为摸黑哦 然后他说照下去之后 完蛋了 太可怕了 不敢置信 什么不敢置信 他的网路线 松脱了 松 他说他的网路线 是垂掉在那个水沟盖里面 对 而且他也据信名说 这个松脱哦 不是说自然脱落 看起来像是有这种 非常强力的外力介入 那为什么他会感到那么害怕说 因为我那个时候 不只是处理所谓的服貌事件 我还讲了 我同一个时间也在处理 中国内部 来哦 中国来咯 维权的事情 所以保底哥你知道吗 他说我吓到马上 把腿就往屋内跑 还有一个完美的 happy ending 代表他是真的 奶行的 内行的 好不好 写了出这种故事 雨雪 他现在还预言哦 接下来两三个礼拜 他会持续被攻击 对 没有错 我们来看一下 沈柏洋这位 灵异学家的一言所 他说有通报的话 他们就会说 我是指挥办案 但现在为止 重点是有通报没通报 不是啊 慧珍刚跟我们讲了老半天 保底哥 请问他到底有没有通报 不知道 不知道 哎哎哎哎 沈柏洋用一个不知道的方式 他说没通报的话 就会变成重放人犯 反而总言之他在讲说什么 他说其实这一切啊 都是我的罪过 都是源自于我责任 这种 那为什么 因为当初就是我那个惊天一摔 所以呢才导致 现在的疯疯伯伯伯 闹得沸沸扬 大家疼惜我 联系我 我是整个主党国会 改革无法的 第一选举 所以我必须帮沈柏洋 封上一个封号 叫做白日梦冒险王 刚讲现在谁出手了 国家通讯传播委会 也就是我们讲的NCC NCC里面附近有报导 报导一就是 党政人士有中媒记者 肩负政治人物 另外就是 东南卫斯有两个驻台记者 遭驱逐出信 第三个是国台办 判以中国商业利益为交案 三篇新闻 可是最关键的不是这个啊 最关键是你本来写的那篇 说有一个中国的记者 在本来要来台湾谈 谈要就是说 我要去买一个媒体 买一个媒体的 这个所谓的政论节目 而且在政论节目 这个刚开始的时候 你就已经进来了 不但在进来的时候 你在录影的时间 你还坐在旁边 甚至你还去跟记者 这个来宾讲 你的角度有问题哦 跑来跟NCC这个发函 完全暴露了 到底这一场整个 我们讲王立强事件 翻版的真实目的 到底是什么 这件事情跟我们讲 友台的政论节目主持人 被迫道歉 其实是完全如出一射 你仔细看NCC写说什么 他说 国内有中国驻台记者 丁绍等情势 请贵会把相关会员 注意事项 把这些东西请醒 回复本会 所以宝德哥 他说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根本不知道你有没有 但我希望你们可以干嘛 坦白从宽 抗去从严 自证清白 还要所有的各大媒体 自证清白吧 那我访问一件事情 因为这个矛盾 我觉得民党现在很棒 以前马上讲的 你有左派 你有右派 你有非常极端的 这个法系主义 你有非常恶劣的公裁主义 现在民党是把两边都弄来了 第五中队他把法西斯那套弄来了 那现在这个 要你自证清白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还有天大地大 没有党的引擎大 爹青娘亲 没有毛主席 兰德青 这种东西也都搞出来了 自证清白 他只有一个目的 他的目的根本不是希望 你能够提供清白 而是要让所有的媒体 产生寒蝉跟控制效应 为什么不是这样讲 我就讲很简单 请问一下 他所定义的 到底你有可能卖台的基础是什么 第一个 你支持马英九 你再说马英九的好话 对不对 这是他报导里面所陈述 再第二个是什么 你批评赖青 这才大家真正理文本 是他把这两个标准定出来 说好 我发案里面 请你们各个自侵 到底有没有被中国监控 那可是我 我很喜欢骂马英九 而且我对马英九 没有任何好话 可是如果我想骂赖青 怎么办呢 所以当然处理你 我也要被处理吗 对嘛 因为你是 不能骂吗 你就整天骂中国 你就整天骂这些奇奇怪怪的 骂马英九 所以如果连关键时刻 如果连这么对中国有批判的节目 都有可能被胜痛的话 那其他节目会不会有一样的标准 那其他节目 我只要反问一件事情好了 还敢不敢继续骂赖青 还敢不敢继续支持马英九 不敢嘛 绝对大家全部举大旗 赶快我们一起来骂中国 我们一起跟中生有赖青 这才是他真正要的 那我现在正对来得及吗 唉呀 再来来 别呼啊别呼啊 赶快赶快 赶快转弯 所以各位 这是第一件事情 再第二件事情 为什么我要讲友台的正对节目 跟这件事情 完全有高度观点性 因為友台的政治節目他只講了一句話 就說錯了一句話 各位你知道那句話是什麼嗎 沈柏洋不是自己人 不能講這句話 你不能說沈柏洋不是自己人 我坦白講我們所有的媒體 到底連三例都不敢講 沈柏洋不是自己人喔 為什麼 因為媒體就是媒體 政治人物就是政治人物嘛 怎麼有辦法說是我們自己人 所以你講了沈柏洋不是自己人 然後下場是什麼你知道嗎 下場是什麼 出征 然後把你打到必須要下跪道歉 必須要洗門風不敢逆行 我不敢再逆向了 對 所以我跟你講 這是過去蔡政府跟賴政府 在這個潔乎點上最大的差別 以前蔡英文的手段是什麼 蔡英文的手段是說 我用很綿密的鋪排 我細細的鋪陳 鋪陳到最後面 我營造一場大戲 至少花半年一年 然後我幹嘛什麼事情 把你推上斷頭台砸了 把電台關了嘛對不對 蔡英文有God 繼續做這件事情嘛 結果我們賴清德 你知道他是做什麼事情嗎 幹按拐 我不敢我不敢直接講 我就幹你按拐 逼你說那你必須要全部每個人自欣 那為什麼我說幹按拐 那我反問各位一個問題好了 25號到現在 請問有哪一個立法委員 有哪一個媒體 有哪一個有知名度 有公信力的人 敢直接點名說就是決戰關鍵 請問現在有沒有這個人 目前沒有 完全沒有半個人嘛 我們就是在等你嘛 所以代表一件事情 他也知道這件事情不能幹 因為幹的時候會被告 但他真正的目的是什麼 根本不是說要把一個人 只需烏有扣上罪名 而是我用這樣的方法嚇唬你們 你們每個電視台如果連東昇 如果連關鍵時刻 我都敢動賀 我看你們哪一個敢不乖乖就犯 我要把你喊 當然 把你喊給路地 對嘛 所以我們就講了 因為以前蔡英文是我直接把台關了 但他現在是什麼 我想要控制你我不敢控制你 那我想要影響你我也不敢影響你 所以我只好說一件事情是什麼 把你潑髒水把你抹黑把你抹紅 然後你說你不是自己人 馬上把你逗成黑五類 請問一下 沈柏洋 請問一下民進黨 請問一下賴清德總統 這樣的做法跟我們講的第五縱隊 跟我們講的麥卡錫主義有什麼差別 不管說你今天的國會敢格法 中間到底有多少的黑箱 或是你沒有按照程序正義 它總是過了 過了你的副意也失敗了 現在這個權力拿到了 我剛剛講的 拿到了藍白的這個手上 藍白手上 開始這個刀要灰了 灰了以後有一個東西就是蛋 剛剛講在蛋跟光電 可能就是他們接下來要灰灑的一個地方 然後這個蛋 不看不知道 看了嚇一跳 這個蛋的過程也太荒謬了吧 對 沒有說 因為今天陳俊基證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剪掉 即便應該本來是中立客官 但很有可能淪為遮羞部 為什麼 因為我們先前是不是討論超市 包括它進口蛋 從日本甚至到巴西 討論了好幾個 甚至快要到一年之久 結果後來發現一件事情 不對啊 現在竟然跑出一家廠商叫什麼 叫亮彩 亮彩 對 那請問一下亮彩 曾經有沒有在農委會 在農業部的解釋過程當中 跑出這個名字 沒有嗎 沒有 從來沒有 對 結果現在連陳俊基都說 我也搞不清楚狀況 為什麼 他說 因為我也不知道亮彩哪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當初會有亮彩 我甚至也不知道 為什麼亮彩 他所簽訂的輸入許可 最後是由超市在2022年 跟日本進口那2000多萬顆機彈 所以你知道他們幹了什麼事情嗎 做行政調查 行政報告 聽起來還不錯嘛對不對 代表有公開透明啊 有處理啊 結果他跟你講說什麼 我把劉哥你知道嗎 他說我們的報告 因為現在已經進入到減調階段 所以不變公開 不公開 完全不跟你講 到底亮彩跟超市之間發生的貓祕是什麼 可是農委會的錢是給亮彩 還是給超市呢 給超市 給超市 就是我各位 他的故事是這樣 2022年我們需要進口一批來自日本的雞蛋 結果呢 是亮彩在8月份的時候得到了輸入許可 結果超市在2022年的9月成立 結果最後你知道由誰買了嗎 由超市買的 就超市買了之後 到底為什麼是有超市買的 農業部有沒有給答案 沒有 他說我們進入到司法階段了 不方便跟你講 那與合約呢 他說對 各位來 第二個問題來了 而且你給錢 不是要透過合約給嗎 對嘛 應該要給合約對不對 他說也沒有 從頭到尾跟超市根本沒有打合約 他就說就貨到付款了 他拿了這個雞蛋來 我們就跟他買了 然後他到底怎麼來的 而且怎麼買的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也不清楚 而且更離譜的是 到底為什麼跟亮彩簽了合約 最後賣給超市跟超市賣 他也沒辦法說明 但更詭異的是什麼 各位你知道當時這兩千多萬顆雞蛋 他的價格買了多少錢嗎 多少錢 我聽到我嚇死了 他說一公斤124塊錢 各位一公斤的雞蛋你知道幾顆嗎 大概就15顆而已 他竟然買了一顆 高達可能快要八九塊錢的雞蛋 而且他也說 那這個價格 哪裡來的 因為我保留一個 為什麼合約很重要你知道嗎 因為合約他會明定說我的冷鏈 我的倉儲 我的物流費 以及我雞蛋原產地價格 所以我依據這個合約 所以我跟你講我買多少錢嘛 那請問下有沒有這些東西 完全沒有 不是你有合約才有付款的程序 你沒有合約 你付款程序怎麼給的 你多歸一說完全沒有 就是你到底怎麼樣 給超市這筆錢 124塊每公斤 到底怎麼算出來了 陳俊濟他一問三不知 通通都說 這個我們有 我們有一定的算法啦 我們當時有一定的計算 因為各位你知道 這個最大的貓膩在哪裡嗎 如果說是量財 因為他當時那個輸入許可 肯定有他清清楚楚的描述 但現在因為他出了問題發現說 哎呀 是給超市 所以現在還踢爆 另外踢爆什麼說不好意思喔 當中包括冷鏈 包括我們講的運輸費 甚至我們包括講的服務費 現在當中又有差額又有價差 所以他們現在才會說 我們要送給檢調司法機關去查辦嘛 但陳俊濟對於這些事情 完全說不清楚 他只講了一件事情 我們絕對沒有給超市服務費 那邊繞保結個反問 超市是什麼 持機公德會嗎 做公德的嗎 超市說我不要服務費 我就賣給你雞蛋就好了 那我也不用合約 我就莫名其妙的 伸出了兩千多萬顆雞蛋 然後丟到你中央續產會 你中央續產會之後 跟我簽了之後 然後我就好好好 然後我直接賣給你 然後完全沒有合約 而陳俊濟在整場 質詢 詢答當中 他只講了一個實話 你知道他講的實話是什麼嗎 實話是什麼 林聰賢幹的 林聰賢幹的 他就知道了 中央續產會幹的 那我要把中央續產會的錢追回來 對林聰賢 有事去找林聰賢 除此之外 因為基於偵查不公開 所以我們通通不講 那我訪問一件事情 陳俊濟今天的表現 不就剛好驗證了 國會無法聽證調查權 即便大家把他講的再望二 但是會想起一件事情 如果連這種弊案 司法檢調機關 變成了保護傘 那我們是不是真的該相信立委 讓他們去好好查一查 那樣 我們會隨著 讓這個 buena